欢迎回到改变的起点 红面棋王周俊勋 职业生涯当中最痛的一盘棋 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竟然是2007年 他拿下LG杯世界冠军的那一场棋 这场棋让周俊勋变成了棋王 但却也得到了最惨痛的教训 有红面小棋王支撑的围棋 九段高手周俊勋 这次在南韩LG杯世界棋王赛 三战两胜最后决赛 以半目之差击败对手大陆棋手胡耀宇 登上世界棋王的宝座 过程惊险 第二局还因为下错棋累撒会场 周俊勋捧着冠军奖杯反驳 将奖杯献给他的爸妈 周俊勋的父亲坐在轮椅上 欢迎自己的儿子 兴奋之情全写在脸上 你吃习惯 真的挺惨事吗 周俊勋拿出过去曾写过的毁锅书 感谢父亲大人对他的督促 周俊勋说 其实他能够打败世界棋王大陆的胡耀宇 他的最大的秘诀就是沉稳不紧张 那我想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比我更紧张吧 他的包袱比我更重 所以最后就是我赢了 比较不紧张的人货色 并且很好 周俊勋准备将他的冠军奖金800万当中一部分 拿来办小朋友围棋赛 他说只有多半比赛 破下围棋的肘子 才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明日之心 我刚看到那个新闻画面很感动 因为我们说大校显阳父母 我觉得在那一刻你做到了 可是这场棋王之战对你的人生很特别 对不对 因为它让你成为了世界棋王 可是也让你得到了很惨痛的教训 当时对战的选手是大陆的国家代表胡耀宇 媒体都说这是两岸的棋王大对决 结果在第一场你就轻松地拿下 等到第二场的时候却是好像莫名其妙的 一盘好棋到最后竟然是以半目之差给输掉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是去之前因为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拿这个冠军 因为对方的实力跟名气都在我之上 所以去的时候是很平静 就觉得说把能够下决赛已经很厉害 能够把这个比赛完成就好 那第一盘赢了以后开始就有一些想法 那第二盘开始下 其实一开始一直都很顺 然后顺到自己不敢相信 觉得怎么会这么轻松 然后竟然就要拿到世界冠军 所以下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大概还棋局还剩最后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我知道自己这期快要赢了 然后就想说 哇我要拿人生第一个世界冠军 而且他奖金很高 然后就开始幻想着 我回来 在准备得奖感言了吗 幻想着回来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不管怎么使用那笔奖金这样 然后最后的那一个小时时间就犯了很多小错 那其实很不应该发生这样的状况 就是简单说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诱惑 所以最后那个小时就失差 而且最后输的那个半目很痛 就是那个半目在围起来讲是最小的围差 就好像两个爵士高手在做一百米的赛跑 然后那个半目就好像输了0.01秒那种感觉 是很小很小的围差 可是就是因为输在自己的 人家说一分隐恨 那简直是0.001分隐恨对不对 所以后来就很痛苦地输掉 尤其是输了以后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台湾的媒体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一结束对方 因为我们隔天要下第三场 马上要最后决赛 所以输了对方也没有跟我做拘后讨论 他马上就其实收好就离开现场 那我还在发呆 不能相信这期被我下输的时候 就是冲进来一堆台湾的媒体 就递上了很多麦克风 就问说中先生请不想你现在心情如何 那因为没有 第一个还在懊悔刚刚的书期 第二个没有想到台湾的媒体有注意到 有来现场 所以当下就傻住了 傻了十秒不到左右吧 就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就哭出来了 也很丢脸 第一次在台湾的媒体面前哭 而且是那么重要的一番比赛 那后来媒体还是等我 等了一会儿 等我调试心情 后来我也是在讲不错东西 就只好跟他讲说谢谢大家关心 然后明天我会继续加油 那当天回到饭店 整个晚上虽然有躺在床上的休息 可是一夜都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睡着 那一躺在床上就是不断地浮现 刚刚白天输掉的那盘棋的内容 不断地铝屁 不断地重播 然后一直不断地懊悔 说为什么我要下那里 为什么我要下那里 然后我只要下别的地方 我就会赢 就类似这样的画面 不断地倒转 然后到了 隔天早上就天亮了 用很沉重的 的神区跟心情 去面对最后的决赛 那其实去下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不会赢 因为我自己想说 第二盘那么好的鞋 我都下不赢 这个冠军不可能是属于我的 所以第三盘就下的时候反而又 比较放下 比较没有第二盘刚开始下的时候 那种很期待的心情 就是反正就想说 已经输了 不可能会赢了 就把他下完就好 就可能对方的压力太大了 他的精神包袱比我更重 所以最后我第三盘又很幸运 而且只赢半目 第二盘输半目 第三盘赢半目 然后拿下了那个冠军这样 后来你就不再执着于下黑棋了 对不对 对 其实这次比赛LGB下完以后 人生态度改变很多 就觉得不再会没有那么的 也可以说不再那么积极 然后是对胜负的执念也比较淡 比较轻 就觉得说想要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拿下了世界冠军之后 一般人应该会认为 哇 从此之后你的骑路是一片顺遂 人生一盘大好骑的感觉 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竟然马上赢来的是 你人生最大的低潮 对 怎么会这样 尤其是2007年3月拿外冠军回来 然后大概6 7月下台湾当时最大的天元挑战赛 那之前我从14岁成为台湾的职业骑士以后 在台湾职业骑赛的进入决赛以后 从来没有输给任何一个对手 就是我只要进入决赛 我只有一定是拿到冠军的那个人 有一种独孤求败的感觉 对不对 结果后来还没有想到真的就败了 2007年 尤其是刚拿世界冠军回来的那一年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轻松地 又拿下那个大冠军这样 结果那次比赛进来 最后五番其实我是一胜三负输掉的那个比赛 然后输了以后自己非常不敢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第一次在台湾的决赛输掉 那其实就是 其实是心态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拿外冠军回来后觉得说 我是世界冠军 我跟台湾的任何一个基础下 我都不应该输 已经是应该的 所以恰起来就绑手绑脚 尤其是遇到年纪越小 或是他的成绩上比较差的歧视 心态会更 我的心态会更糟糕 就会觉得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复杂的状态 然后我静下心来 把后面的变化算完 算完以后我确定我这个 下去我可以 我可以赢或是我可以把对方吃掉 或把对方杀掉 那以前的我在拿冠军前 我算清楚我就会下 我就会出手 然后通常这番机很顺利就可以拿下来 但是因为遇到那些 我觉得不应该输的人的时候 我就算算清楚 我都还是不敢下 我就想说万一我算这过程 也许这过程有六七十步 万一这六七十步中间有一步 我出差错不对 犯错怎么办 那如果差下去以后可能我出错 这番机就无法挽回了 我就会输掉 那因为怕输 所以我就会避开 明明算好了 确定可以下的东西 我就不敢下 等于反而还怀疑自己的能力 对 怀疑 就是因为怕输 怀疑自己的系绅 然后最后就会选择 对方欺负我 他过分 我应该要惩罚他 因为怕输 所以我就觉得退让 然后就因为这种心态 最后反而输给很多 自己觉得从来不应该输 或是从来没有输过的 其实就是因为心灵的问题 2010年的中日精英赛 当时的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为什么你突然一下 好像想通了 然后接下来 你找回了下棋的步调 然后在那次很漂亮的 又拿回你的冠军宝座 其实中日精英赛就因为 已经输到谷底了 就是很像一句闻南话说 就输高探口 就是已经什么比赛都输 什么任务都可以输 就是当时大家觉得 本来我在台湾前应该是 你抽到竹筋训 应该是很不好的签 运气不好 到后来必然好像抽到 你签很好 现在抽到一个 那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如果我会变成那样的歧视 那当时要 刚好要中日精英赛开始签 那那个比赛因为当时台湾很重视 那已经第三届 前两届都是日本骑上把冠军带走 那一直很希望有台湾人把它丢下来 那最开始前我就要给自己一个想法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第一个这比赛我很想要拿丢下来 第二个已经输到已经不能再输了 所以我觉得要放下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是做自己的心理建设 说我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世界期望多允训 我也不再是什么九段 或是曾经拿过多少 傲人的成绩的启示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 喜欢下棋的人 然后希望找回自己下棋的那个热情跟喜好 就是享受那个下棋的过程就好 不要为了赢为了怕输 而坐在那个新闻面前 那样下得很痛苦很难过 所以那一届中生经济赛 我觉得心态就变了 就把自己一切归零 当成一个新的职业棋师 当成一个爱下棋的人 好好的去享受那一盘棋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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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